黄河之北的河南温县陈家沟 四百年前这里诞生了古老的陈氏太极拳 太极拳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 我们摄制组来到陈家沟 感受这个古老的村落里 关于太极的神奇魅力 传播到一百多个国家 很多人喜欢练习的太极拳 究竟是健身操还是具有它独特的积极性 古老的陈家沟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了太极的实战能力 稍后敬请收看陈家沟和太极有关的故事 2018年的年底 我们摄制组来到河南温县的陈家沟 陈家沟是个神奇的地方 它位于黄河北岸 四百年前这里诞生了陈氏太极拳 太极拳就是从这里走向了世界 太极拳作为比较普及的健身项目 它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传播 有很多人喜欢练习 这两年 关于传统武术太极拳的实战能力 民间有质疑的声音 我们这一趟来到陈家沟 就是要在陈氏太极拳的发源地 来一次探发 据说这里有这样一句话 喝喝陈沟水就能翘翘腿 一大早陈家沟每家每户 都有人在家门口习惯性地打着太极拳 陈家沟以前都是土墙土房 土路 平常都在有时候在武术学校 都在武术学校里 上学的时候都在武术学校 一般学习预言点 像我比如说我在外面 我所遇到的 我没遇见的话我不知道 我遇见的就是说 他用他的格式 我用我的格式 一般我也不会吃亏 陈家沟是当年被黄河 冲刷出了三条沟 分为西街 东街和中街 就在中街的边上 就有村民们说的 陈家沟太极拳学校 好 我们2018年 最后一季度的这个 测试赛今天即将开赛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打出好的成绩 大家通过练习这一年的时间 大家觉得咱们陈氏太极拳 有没有实战能力 能不能实战 我们今天主要的对抗呢 就是太极散手对抗赛 关于太极实战 很多人都以为是太极推手 其实真正具备积极能力的 却是散手 要具备实战经验 必须要学会散手 今天张燕飞和王衍 两个陈氏太极拳传证 他们在教授孩子们散手对抗的特点 好 这个接腿倒地 这个得分 咱们主要呢 这次的得分标准 主要倒地和下肋 这两项得分 然后踢打呢 效果不明显的都不得分 很多人都知道 太极拳中的散手 都知道太极散手技技 是要引进落空 借力打人 所以散手的学习 必须要身体条件好 练习太极拳一两年后 就可以开始散手学习 红方赵洁明 黑方李志华 第一只 备 退 招熟 懂劲 神明 这是在太极拳论中说到的 关于学习太极的三大要素 对太极拳的招式熟悉了 还要懂得太极拳用法的劲道 至于神明 那是到了太极学习的 最高水准了 第二只 备 开 停 停 好 好 听方 停 黑方 胜 孩子们打完这一次的测试赛后 2018年也就即将过去了 我们来探访尘世太极 这一门古老的武术 没想到 首先接触的 就是这一群孩子 在陈家沟太极拳学校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年龄最小的只有九岁 他们活泼好动 喜欢武术 上午学习文化 下午练习拳术 我家有三个女儿 然后就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养的 就之前小时候 就去学过台权道各路 就本来说要去少年次的 然后又来这儿了 虽然学生们年龄大小不一 但是他们都有很强的自理能力 在寄宿学校 都是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 晚上六点是学生们吃饭的时间 太极拳学校 一共有两百多个学生 大部分都是男孩子 对于来学太极拳 每个孩子的想法都不一样 为什么要过来啊 我自己喜欢到这里来 自己喜欢啊 我看我办法手机 然后看到了这里 然后我就看他来了 来到这里想看一下 是什么武术 然后玩也是散打呢 结果是后来是太极拳 你本来想练散打是吗 那你现在过来的 你后悔吗 不会 为什么呀 因为我当时练的时候 我就已经看准了他 所以我跟我家长说 我就待在这里了 那你打算一直待到多少岁 待个两三年 小男孩才11岁就远离父母 一个人在外求学 他显然得有着 与他年龄不相搭配的成熟 只是当我们编导问他 妈妈想不想他的时候 他犹豫着说想的时候 一瞬间显露出了 小男孩的天真 为了学习一门武术 这么小远离家乡 这也是让我们摄制组人员 始料不及的现象 1600年 陈家沟的陈氏陈王亭出生了 和他的祖辈一样 他也是个习武之人 年轻时曾走标于山东一带 扫荡群匪 年纪大了之后 陈王亭在家传拳术的基础上 即民间17种拳术之长 创编出一种刚柔相继 快慢相见 老少皆宜的内宫拳 取名为太极拳 而让太极拳走出陈家沟的 却是因为陈氏太极 第六代传人陈长兴 当年 陈家沟一个叫陈德胡的商人 他在河北开设了永年堂 专门售卖当时怀庆府的怀药 而功夫高超的陈长兴 就是这个永年堂的护院 在这里当长工的杨陆禅 和陈长兴学习了太极拳后 将太极带到了京城 在王府教授权术 从此让太极拳名扬天下 这位来自巴西的男人 因为喜爱陈氏太极拳 带来了一众外国人组队 在陈家沟学习太极拳 他给自己取的名字叫陈大黑 他认为太极拳是超级能打的武术 我认为太极拳是一种艺术 每个学习都要在学习 所有的学习都要学习 从智宝库、晋三、晋三 用来打的基金 都要使用太极拳 所有的体制是一种艺术 所以我们在学习,所有的体制是一种艺术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太极拳 是一种艺术 也在这些地方在中国 人们知道太极拳是一种艺术 是一种艺术的体制 尽管如此,我们还没有见识到陈家沟大师级的太极实战 有人告诉我们,在陈家沟的东沟 有一位大师每天都会带着他的弟子们练习太极拳 这位大师是陈家沟第十九世陈氏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 也是目前在陈家沟的太极拳守门人 通常在陈家沟大家都习惯性地打一套太极拳老架 其风格完全保留了陈氏太极拳的功夫特色 故又称功夫架 风格特点是架势舒展大方 步伐灵活稳健 身法中正自然 内进统领全身 以缠丝尽为核心 教授武术自然离不开关于太极的积极功能 土耳其事 我的力量 正 ä 按照 年龄来说应该是他的他的利己大是不是 我 道理在那里 汉的力量 我怎么把力量打来 走到他的力气里来 他用力 我用力的时候 爬上去松 他用力的时候 你这个是用力的 他用力的时候 爬上别来 脚都别来 他那毁力就没有来 练太极的爆发力很强 瞬间发力 扛不住就会移动你的重心 之后的借力打力 就是水到渠成了 陈小兴作为太极拳的传人 他不在意目前外界 一些对太极拳的非议 在他看来 没有任何意义 我给力我留 我给他成就哪干什么 你和氏一起冷冰冰写时代 他都上战场了 这个要做上交代 不要跟那些五纸人 增向豪肚那些人 没有必要 跟他们增向豪肚有啥意思 每年冬季的时候 来陈家沟学习太极的人们 相比其他季节要少很多 温县是当年古淮庆福所在地之一 作为四大淮药之一的铁棍山药 能在全国赫赫有名 是因为这里有卢土地 卢土地是千年来河流冲击 让这里的土壤沉淀了丰富的营养和微量元素 而这种物质是适合铁棍山药生长的 所以温县的铁棍山药所含的营养物质极其丰富 在温县老百姓们都习惯早上吃蒸山药 还要拿山药和米一起做成锅巴 当作过年时的零食 临到过年了 在温县黄庄镇的南韩村 整个村子家家户户都开始制作红薯粉皮和粉条 制作的方式都是手工的 南韩村生产的土特产 不仅仅提供给整个温县 还通过网络的方式销往全国 作为彭氏太极拳的发源地 冬天的温县是温情的 每天上午时分 是陈家沟太极拳学校孩子们的文化课时间 在这里因为孩子们的年龄不一 上课偶尔会出现两个年级的混合班情况 这个孩子因为是全校最小的二年级孩子 所以轮到他上数学课 就只有一个老师单独教授课程 专人专课 孩子学得非常认真 课间休息时 走廊里也是孩子们玩闹操练的场所 对于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孩子们 学校的主任有他的认识和看法 主要是学来学习技术差 到这学院老师培养好的生活习惯 学习习惯 道德习惯 有些家人来不做 到这个地方学几年 比在家里越强多了 在过几年毕业之后 比如在他们这有小学 有初中还有高中 当大了以后 在下学校就给他派出的 全国各地的分校进行教训武术 张燕飞 王妍和陈建强 就是从这所太极拳学校走出的学生 通过学习和各种全国赛事 他们现在是陈家沟九虎成员之一 这也是陈家沟城市太极 给予的荣誉 如今他们都在不同的城市 进行太极拳的教学 去年国内有散打选手 对太极拳不能实战提出质疑 作为太极拳年轻一代的船人 他们的做法和老一位不同 直接上门 希望能够公开来次比赛 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着过去 跟他见个面嘛 了解一下 就是说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我们当时他一直就是在网上说 随时随地如果有人出来 就会交流切磋一下 我们过去以后就是想跟他见个面 聊一聊 如果有机会有希望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在真正在擂台上 在合法化的擂台上跟他打一场 我们是我们四个的目的呢 就是随便让他挑一个 现在社会上面太极拳呢 有追求目的不一样 他有的是追求锻炼身体的养生一主 有的年轻人呢就是以训练方法呢 经过训练呢可以计计的 其实呢有很多传统武术 或者是太极拳爱好者呀 他们在一些教权的时候呢 他有点让人感觉有点 就是有点神孤的感觉 这样子的话其实呢 在我们陈家沟认为呢 这不是好事 我们发现在陈家沟老一辈人的心里 他们并不在乎外界对太极拳的质疑 每天该练拳的时候就好好练拳 这是一种生活习惯 在陈家沟作为一个首辞人 陈立东一直为陈家沟主辞 看大门二十多年了 所以陈家沟有说法 哪怕是看门人 依旧有着属于自己的太极拳世界 陈立东的老师 就是当年名气最盛的陈兆丕 据说村里五十五岁到七十五岁的老人 基本上都是陈兆丕教授的 穷习文 复习武 陈家沟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八年 因为生产力的原因 太极拳几乎失传 陈兆丕作为陈家沟十八世 陈氏太极拳第十代传人 看到当时陈家沟的状况非常着急 回到了故乡开始教拳 老人说太极拳练到了位 如果要打人 招招都可以 随便挑几个动作 你们可以看 看我是这样打他的 我就这样子一开始 我就松 旋 翻 和 铝 就这个动作 来 来 来 这个地方 你看 你看 我就这个动作 我就松一下这个劲 我就松一下 松一下 这个挺痛 挺痛 松一下 我就这个劲 我刚才就这样松一下 往这边走着一下劲 可以看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你走 这是实际情况在这 像外面他说的那个 散打之类的说 传统东西不能打 你说要把手套全部在那的时候 我们没规则 无限资格的 那个种可能就是一秒 几十秒就结束了 现在打回合打点数 那个不是一个概念 那个不是一个概念 黄河之北的河南温县陈家沟 四百年前 这里诞生了古老的陈氏太极拳 太极拳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 我们设置组来到陈家沟 感受这个古老的村落里 关于太极的神奇魅力 传播到一百多个国家 很多人喜欢练习的太极拳 究竟是健身操 还是具有它独特的积极性 古老的陈家沟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了太极的实战能力 稍后敬请收看陈家沟和太极有关的故事 太极拳兴盛了 传男不传女的习俗也随之打破 女孩子也可以打太极了 在陈家沟 上世纪八十年代 还出现了五朵金花 这次我们找到了当年的三朵金花 金花们年纪大了 但是打起拳来依旧风采 而说起当年陈家沟的学拳氛围 回忆更是历历在目 累了的时候坐在那里没事嘛 也消遣于乐 就说来来来 你们两个来来来 推推手过过招 他们两个就在田田地头推推手过过招 也顺便呢 农活累的时候休息一下 这个是经常见的 现在呢 这个青年全师大部分都走出去了 因为有的出去教权了 有的出去务工了 这个都是这个改革开放 这个经济大潮这个吸引 那青鬼女儿的轻松的轻松的 说到太极的实战能力 螺旋禅思是非常关键的 陈春爱今年六十多了 她的女儿李灵慧 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 虽然年轻 但是几个招式下来 就被打翻在地 禅思技是太极拳的精华 太极拳能够以小力胜大力 以慢之快 全在于蝉思进 多厉害我们说了不算 只有你们体验了 你们说的才更好 是吧 你们体验了 看起来其实是 借用对方的力量 打出去要用那种 四两八千斤的力量 摁推摁拉摁拽 那个都比较太极 如今陈家沟的孩子们 依旧从生下来就开始学习太极拳 跟着自己的爷爷 或者是跟着自己的父亲 或多或少耳濡目染的 就要和太极开始较劲 就连温县所有的学校 每天学生们 也都要学习太极拳 这也许就是陈家沟人 带来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过去的时代 武术自然是为了防身 忌鸡而生 但是不同于 纯为职业化的散打 太极拳兼具养生 修行 健身和忌鸡的功能 我们在陈家沟感受到 这个家家都在练拳的地方 大家学习传统武术 并不都是为了忌鸡 学习太极拳 它可以不成为一个忌鸡家 但是它却可以成为 一个文明之理的人 一个强者 如今的陈家沟 有五管五十多家 学校有三所 我们走的那天 陈家沟有一个盛大的仪式 打听之后才知道 由张艺谋指导的印象太极 正在进行 从渣堆外出桃荒 到游客慕名而来 从贫苦到蒸蒸日上 当地的陈家沟村民 正在经历着见证着 漫步在陈家沟村 古香古色的各种建筑 皆是太极拳的烙印 陈家沟的人说 是太极拳 改变了陈家沟的面貌 他们祖祖辈辈这样打着拳 将来也会把老祖宗 传下来的这门武术 传承下去 音乐红人带着很多人 到了村里 争分夺秒的较量 这里正在上演的 究竟是场怎样的比赛 橙子皮都能注入 超财都想蒙蓬里 不起眼的橙子皮 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了美味 世代种植其成的村民 靠什么招数富裕了起来 打鱼靠运气收入靠长江 渔民出去捕鱼能否满载而归 我们这个地方最喜欢吃旁渡鱼 长江里的鱼如何烹调才美味 下其江土走进湖北省宜昌市的紫龟县 感受那里的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山